今天我们先来讲心脏部分 首先介绍心脏的解剖与生理 第一节正常心脏及大血管的解剖概要 先介绍心包 心包是包裹心脏 和出入心脏的大血管根部的圆锥形纤维胶膜膜囊 分为内外两层 外层为纤维心包 内层是胶膜心包 胶膜心包又分内外两层 外层是臂层 内层是脏层 脏层又称为心外膜 脏层和臂层之间潜在的腔膝 称为心包腔 好 我们再来学习一下 心包痘包括 首先心包痘包括心包横痘 心包斜痘和心包前下痘 这个大家需要记一下 将膜心包分脏壁两层 脏壁两层反折处的间隙称为心包痘 主要分为心包横痘 心包斜痘和心包前下痘 好介绍一下心脏和大血管 首先介绍一下心脏 心脏的位置位于胸腔内 三分之二位于正中线的左侧 三分之一位于正中线的右侧 它的长轴与身体的正中线 乘45度角 这个简单介绍一下就行了 大家应该知道 下面介绍一下心房 右心房 我们先介绍一下 右心房的心耳要比较宽大一些 内面有梳状基 有卵原窝 有上下腔静脉的入口 这是右心房内重要的结构 卵原窝是即发型房间阁缺损的常见部位 也是左右心房之间坐导管穿刺的关键部位 这是右心房的结构 右心室 右心室由式上肌 分为入道和流出道两部分 流入道 大家知道有三间半 隔半 流入道还有调节素 调节素是右心室与左心室 鉴别的重要解剖结构 这是式上肌 由式上肌还区分了一个结构 是漏斗布 也就是它连接主肺动脉 这是右式的流出道 这是右心室的主要结构 三间半 三间半 式上肌调节素 肺动脉半 再介绍一下左心房 左心房 大家知道左心耳就比较狭长 左心房内有四支肺静脉的入口 左心耳内还有疏狭肌 由于左心房内疏狭肌的存在 所以是血栓的耗发部分 血栓就特别容易出现在这个部分 脱落以后会出现相对应的栓腮症状 再介绍一下左心室 左心室我们知道 它是流入道是二间半 流出道是主动脉 这是左心室的流入道 左心室的流出道 左心室相对于右心室来说 视臂比较厚 左心室的视臂是右心室视臂的三倍 二间半有分为前半和后半 那么主动脉呢 主动脉还有一个重要的结构 主动脉痘部 根据左右冠状动脉的开口 分为左冠状动脉痘 右冠状动脉痘和无冠痘 横切面比较清楚 右冠状动脉 左冠状动脉相对应的 右冠状动脉痘 左冠状动脉痘 这是无冠痘 心房心室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我们来做一下例题 关于心脏的视上肌 叙述正确的是 首先位于右方式半下方 这肯定是不对的 位于左心室流出道 视间隔侧 这也是不对的 为左心室流入道与流出道的界线 左心室流入道与流出道的界线 是二间半的前夜与主动脉半 它们之间的纤维连接 为右方式口与肺动脉口之间 视间隔上的隆起 视道题是对的答案 答案是D 心脏的结构是由哪三层结构形成的 中空的 具有半膜的复合装置 第一 我们知道心外膜 也就是心包的脏层 心肌和心内膜 由这三层结构形成的 看心脏是由心外膜 心肌和心内膜 三层结构形成的 中空性的 具有半膜复合装置的机性器官 近似一个圆锥形的空心球体 但前后稍扁 关于心底的描述正确的是 我们来看第一题答案 由左右心房和肺动脉及组动脉组成 这道题的答案并不全面 心底朝向右后上方 由大部分左心房及小部分右心房构成 这是正确的 正确答案是B 好 我们介绍一下出入心脏的大血管 首先还是刚才提到了 主动脉有三个动脉洞 前面的两个动脉洞内有重要的结构 因为有右肝状动脉和左肝状动脉 所以称为右肝豆和左肝豆 主动脉洞从左心式发出 分为生主动脉 主动脉弓和降主动脉 生主动脉我们知道 分别发出右无明 左颈肿和左锁骨下 这三个分支 这个部位是主动脉弓和降主动脉 我们再来介绍一下肺动脉 主肺动脉 位于主动脉的左前方 主动脉位于主肺动脉的右后方 主肺动脉发出两个分支 左侧的主肺动脉比较短出 右肺动脉分支比较狭长 好 我们再看一个重要的结构 动脉导管位于 主动脉弓与主肺动脉之间 这个答案是不完整的 主动脉降部与主肺动脉之间 这也是不对的 应该是与左肺动脉之间 第三个答案 主动脉降部与右肺动脉根部之间 这个答案也是错误的 主动脉降部与左肺动脉根部之间 这个答案是正确的 下列对主动脉的叙述哪些是错误的 起始部为生主动脉 这是一个正确的答案 从主动脉发出右镜肿和头臂干 这肯定是错误的 起字左心式是正确的 副主动脉是末端是正确的 主动脉弓连接生主动脉与降主动脉也是正确的 那么答案就是B 好 简单介绍一下心脏的纤维骨架 心脏纤维骨架是提供了心肌纤维和心半膜的附着处 在心肌运动中起支持和稳定的作用 好 心臂 心臂是由心内膜 心肌层和心外膜组成 其中心肌层是构成心臂的主要部分 我们刚才介绍了心外膜是由什么构成的 是由僵膜心包的脏层构成的 僵膜心包分哪两层 分为脏层和B层 好 这还是同样一道题 大家应该会做了 心肌结构由哪三层构成 心外膜 心肌和心内膜